唉沒錯 我跟別人要把澳大利亞偷跑的兩個集數都已經看完了 我才必要等個好幾個禮拜然後再回來看 然後當別人已經在對製作人歡慕的時候 我在那邊對的對採用小碼哭 然後別人全世界最巨大的呆呆受 而這兩集也是因為也太好到我也不可能不說 所以影片開始 我該承認這一集真的是激動一個對Discord集最滿意的一個 這集給我們一個Discord會很多一些很好玩的地方 也讓我們看到這個Discord裡面的 就這個Discord的一個個性這樣子 感覺是一個很有趣很可愛的個性 而我也真的該承認 Discord跟Discord其實真的滿 今天真的有點滿滿合適的 這整集Discord真的很可愛也很很很 就很可愛很迷人這樣子 就是 主要的大綱就是Discord要為 換Discord要為Futtershy辦茶會 然後他要幫忙準備茶跟那個 水壺有的沒的 那個茶具有的沒的 然後又在他的那個混亂的家裡舉辦 這讓我們看到一個Discord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對別的小馬對他跟Futtershy兩個的那個 他對其他小馬對他們兩個那種關係的那種回應 那種一個就是一個怪異的混亂之神 一個是Futtershy兩個組合起來真的感覺怪怪的 這種這種反應有很大的戒心跟很大的介意這樣 然後Discord就因為這樣子想要為Futtershy做一點比較 比較一般的東西跟一些比較簡單的 就很普通 然後我們有很多這種Discord跟他自己這樣子的講話畫面 但我一直想到阿哭能這時候 他做這種心理治療跟對自己做心理治療 所以你告訴我什麼都在麻煩你呢 你怎麼看到阿哭 已經過了50年了 已經過了這麼久了 已經過了這麼久了嗎 是的 我希望Discord開始做一堆很特別很古怪而且很有趣的事情 而我我很感謝我們終於看到Discord可以做這種 這麼古怪又這麼這麼有趣又這麼擴大誇張的事情 而雖然覺得他開始變得比較 比較一般比較普通的時候他還是可以搞得很誇張 然後那是手機嗎 原來香港世界也有手機這種東西 因為有很多真的很特別的地方 然後這一集反而不是Discord搞得很很很煩 就是故意讓Discord搞砸事情 讓他感覺好像他是一個小屁孩一樣 然後最後要他做一個要他做一個道歉的事情 然後他連做都不敢做這樣子 這感覺就跟前面那幾個Discord集 就真的差很多 讓我真的很高興我們可以看到Discord有那麼 比較正向的這個這一集 然後當Fresh到開始查會的時候 他發現Discord整個房子都是普通的要命 然後兩邊然後他感覺跟他預期的不一樣 因為他知道Discord一定有一個很多混亂的地方 其實我可以看出Fresh來對他Discord的很大了解 跟對Discord這個混亂的個性很大的包容 也不只是包容啦 可能是對他的一種感到一種友善的地方之類的 然後... 然後... 因為... 因為那個... Discord的那個普通... 普通層柱太強了他開始開始消失了 Fresh盡他最大力把...讓他自己... 讓他...讓他自己有一點比較... 混亂跟...跟古怪這樣子 然後... 我有點感覺... Fresh來可能有點瘋掉 說不定Discord還是有點... 呃... 不太好的影響 呃... 總之呢... 他開始很... 很... 我覺得開心 最後有很多... 真的很... 真的很... 真的很可愛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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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的地方 雖然這整集我可以看得出來 有... 這... 我可以看得出來這整集要做的事情 可是... 可是... 雖然很好預測 可是... 我還是蠻喜歡這一集 因為... 讓這集Discord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做到 然後... Fresh來有很多可愛的地方了 這一集... 是... 非常有趣 也... 非常... 有... 有... 那個... 非常對Discord有一個正向的概念的那種... 的一個... 集數 雖然Discord對友情的方面不太了解 可是不代表我們每次都要他... 開始對... 對... 某個角色有很... 非常... 負面的... 的... 動作跟反應 然後... 最後還要他... 他來收拾唱 然後還要他... 他來認錯什麼有了沒的 這個... 我們終於來一個... 這個有點不一樣 他為了Fresh來想要... 表現得比較普通 他為了... 不讓他嚇到... 不嚇到他 然後... 可是... 發現Fresh來其實對他那個... 那個... 不一樣的那個個性感到一種... 喜歡跟包容 反而... 反而有種... 比較... 比較... 溫和跟和諧的... 感覺... 而不是... 感覺好像... 我們一定要... 讓Discord有那種... 小屁孩的... 或是... 什麼都不懂的那種感覺... 呵... 唉... 唉... 那就... 到下一集吧 下一集比較重要 呵... 呵... 這集... 這集... 真的... 是我... 大概是這一集最... 最棒的一集... 呵... 我們看過... 柴王蕎麥裡面出現... 很多... 很沉重的... 部分... 像是一些... 像Mood Dancer那一集... 跟... 一些真的... 很... 那個... 沉重... 而且很... 很... 很認真的地方 可是這一集... 感覺... 到了一個... 不一樣的地步 我感覺... 這一集... 給我們一個... 長小媽以前... 從來沒有給我們的東西... 呃...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可是... 那東西... 感覺... 好像真的很重要... 這一... 整集的... 主要的... 最大的開關點... 就是那一罐... 那一罐... 梨子汁... 呃... 當... Apple Bloom把... 梨子汁帶回去的時候... 他們發... 就被... AJ跟... Big Mac發現 然後... Apple Bloom... 就... 知道... Granny Smith只要聽到... 跟... 梨子有關的事情... 就會開始... 很... 很... 傷心到... 不想講話... 問我什麼... 呃... 呃... What goes better with Apple Printer Flap Jacks? 所以... 他們... 就... 去找其他小馬來跟他們說他們... 父母的故事... 他們最終發現... 最後發現他們兩個... 呃... 他們三個... 的... 的... 那個... 母親其實是一個... 一個... 立志家的人... 呃... 這整集... 主要的... 最主要的地方當然是咱們... AJ... 那... 的父母啊... 他們兩個的那個... 的... 組合... 跟他們兩個的互動... 真的非常的可愛耶... 很... 很... 很有那個感覺... 就是他們兩個好像真的很深愛耶... 有... 有親熱的樣子... 也有... 平常的樣子... 呃... 看得出來他們真的很... 深愛對方... 而這一... 這一部卡通... 對... 這兩個... 這... 這兩隻小馬的... 這個... 愛情的方面做得真的很好... 感覺好像真的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那種戀情真的在... 呃... 非常非常的... 溫馨跟可愛... 呃... 當我聽到... 當我開始聽到... 那個... 李子媽媽... AJ媽媽開始唱歌的時候... 我... 整個心... 我整個感覺都掉... 掉... 掉進這個... 這一集裡面... 這一集給我們... 就... 突然給我們這麼大的這個驚喜... 然後... 然後又突然給我們這個... AJ他母親對他... 對他父... 對他父親這種... 這...這首歌讓我... 非常非常的溫暖... 這一整集的溫馨度我真的... 快爆炸了... 呃... 他們也... 用一個方法來讓... Mrs. Cake... 就是... 蛋糕... 蛋糕... 就是咱們的杯子蛋糕... 太太來... 來介入這個故事裡面... 然後讓他成為... 成為... 成為AJ他... 媽媽的朋友... 然後也用另一個方法讓... 鎮長小馬有... 有機會可以看到... 讓我們看到他那個粉紅色的... 色的... 那個... 頭髮... 讓... 讓我們有很多這種... 這種... 新的觀看... 觀點... 看到... 這個... AJ他們的背景故事跟他們... 他們... 呃... 家... 家庭的這個... 對立... 然後... 呃... 這幾個問題大概就是... 那個... 他們那個... AJ他媽媽跟他爸爸他... 在那個... 一開始... 最... 最... 一開始出現的時候他們兩個還是非常好... 小的孩子... 呃... 很明顯他們的聲音沒變... 然後... 講話可以很清新... 不像... 不像小孩子講話... I'm not supposed to talk to you. I'm not supposed to talk to you either. 然後... 也... 好像也沒有跟我們那個... 比較... 明顯的... 跟他們說那是... 可能是兩個孩子... 在... 兩個孩子... 以孩子的方式... 以嬰兒化來那個... 那個... 對話... 然後他們... 那邊真的有點怪怪的... 可是... 那是他一開始... AJ他爸爸... 叫他... 叫... 叫AJ他媽媽... Bottocop... 也就是... Fanich H的毛毛... 可是那都是一點小地方... 因為這整集... 讓我們看到... 這個... 這個溫馨的地方... 跟這個AJ他們... 我們非常想要的這個... 他的父母... 然後... 到最後... 還有一個真的很沉重的地方... 就是... 就是... 這個... 離子爺爺要... 他的女兒... 來選... 家庭... 來... 選... 這個... 跟... 跟他自己... 的家人分散... 因為他們最後... 真的... 讓自己結婚... 然後... 種下... 互相的那個... 水果的... 種子... 這... 對... 對... 離子... 媽媽來說... 他們就已經是家人了... 離子爺爺要他們... 選啊... 這個地方真的... 感覺是整個... 彩虹小馬線裡面最... 最那個... 沉穩的地方... 最沉重的地方... 一個... 家庭的這個... 這個故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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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突... 讓整個故事有很大的... 的... 那個... 那個... 那個故事... 吸引浪... 整個故事非常的有趣... 讓... 這個... 我們... 了解到... 真的很多那種...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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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的這個... 那個... 回... 回憶跟回顧... 然後... 到最後他們... 了解了一切事情的時候... 我們... 我們終於... 我們也回到那個... 李子爺爺... 很... 後悔他... 沒有回... 沒有回來... 看... 他的家人... 然後... 這地方也... 讓我有點... 開始有... 快哭的感覺... 因為... 我感覺好像... 不知道怎麼樣... 我開始對這些... 這一整個蘋果家族有這個連結... 然後... 讓... 讓我感覺... 非常... 也感覺有一個... 非常不一樣的感覺... 感覺的溫馨一個... 這個... 家人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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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家人的蟲聚... 這樣子... 他們最後也聚在那個... 他們父母一起... 幫他們... 種的... 這個... 合在一起的... 這個... 樹... 然後... 他... 放成一個... 愛心... 這樣子... 這一整集有很多很... 溫馨很感人... 然後... 也給我們一個... 整個小馬... 整個... 藏龍小馬裡面最沈重的一個... 一個... 的... 一集... 讓我們知道... AJ... 他們... 父母的... 的... 這個... 背景故事跟... 這一整個... 這一整個蘋果家族的... 的... 一個... 很重要的一點... 呃... 雖然... 最後他們還是... 沒有很... 很明確的跟我們解釋... 父母到底沒有過世... 可是... 因為我猜測... AJ父母... 從來都沒有真的... 很... 跟他們很接近... 或是... 一直待在他們身邊... 我只能... 猜想他們真的... 呃... 那個了... 可是... 這整集... 一些小... 問題可能... 很簡單就可以撇過... 因為... 那個... 這個... 溫馨的地方... 連一些小地方都看得出來... 這個一整個... 回憶... 跟他們... 的... 這個... 關係... 跟他們這個家庭的這個... 這一整個... 這一整個... 很好的情節... 讓... 讓我們... 給我們一個很... 整個... NLP裡面最重要的一集... 也... 讓我... 再... 重回對小馬的熱愛... 跟... 讓我再次了解我為什麼那麼喜歡採用小馬... 呃... 希望以後第七季... 還有繼續這些... 比較... 重要的集數... 因為前面那幾集... 我真的... 有點失望... 可是... 這個... 可能... 都迷古過一切了吧... 那就先說到這裡... 呃... 這兩集... 可以讓我... 對小馬... 重回了很多的信心... 呃... 我... 希望以後可以有更多比較... 重要... 也... 比較... 像這種比較... 讓... 讓我... 比較有感受的... 這一些集數... 然後... 這一整個集數評論... 就先說到這邊... 那我就下次再見了... 掰掰... 拜拜... 你... 就這樣了吧... erek... 你... 別lins...